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請你坐下 現在不是輪到你說話 梁國雄議員 何俊賢議員 多謝主席 剛才司長的發言裡面 提到社會之間有些意見是藍原不切 其實今天份報告出來了之後 你看看立法會裡面 依然都是藍原不切的 你們都提過 我在諮詢期間 多次聽到司長和局長 表示公民的提名 是不符合基本法這個規定 但是你再看看那邊 依然的牌洞在這裏 而在這份報告裡面 你都沒有清晰地交代出這一點 是不是好像外界所講呢 這份報告 真是最緊要講小句 當幫幫忙 要四平八穩 避免提前 某些神經比較敏感的人士 提前佔中 但是如果公提 真是不符合基本法 政府其實應該在這份報告裡面 如實交代 就是說最終如果提出的 政改方案的建議 是沒有公提在內 如果這樣做 現在是拖延呢 會不會就是繼續令到香港的市民裡面 繼續活在這個混團之中 繼續浪費我們的時間 是不是要繼續令到中央出最後的決定 讓我們這個半月裡面 繼續不得安寧 繼續互相供佛呢 我看看政府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還有什麼策略去解這個死結 多謝主席 政務司司長 多謝主席 多謝何議員 這份諮詢報告呢 只能是去符合我們首階段公眾諮詢的目的 在政改這麼重要的課題 首階段的諮詢的目的 就是為了行政長官 在政改五部曲 他要啟動第一部曲而做的準備工作 而大家都記得 在政改五部曲裡面的第一部曲 是由行政長官 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一個報告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去決定 是否需要就著選舉辦法 包括2017年行政長官的選舉 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的辦法 進行修改 所以我們這份報告已經達至了這個目的 就著是否需要修改兩套選舉辦法 已經找到一個社會上普遍的意見 讓行政長官可以在今天 向全國人大常委會 確切地提出他的意見 換句話說 是他要求在人大常委會考慮 在附件一 即是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那方面 是要作出修訂 而附件二有關2016年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 就不需要作出這個修訂 除此之外我們在報告裏面 就是如實地歸納在這五個月裏面聽到的意見 包括不同的團體提出不同的建議 但是在目前這個階段 並不適合我們去否定去評價 或者去推薦特別一個建議 多謝主席 何章年議員 主席 其實司長剛剛的發言裡面 某個程度上已經曲線 曲線講了這個公民提名 不符合基本法的事實 他是說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 他有實際的權力 為什麼這麼淺顯的道理 你不肯跟香港市民講清楚 繼續要我們為這件事而爭論呢 多謝主席 政務司司長 正如我剛才解釋 這份報告是總結在首階段諮詢得到的意見 當然正如我們在首階段諮詢五個月裏面 碰到有一些討論的時候 我們是有責任提出 今次政改的討論 必須以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 作為基礎 才會有機會成功落實普選 所以同樣地 我們對於處理收到的意見 我們還是重申回要符合基本法的原則